九转大肠 九转大肠是山东济南的传统名菜 它需用的主料是 熟大肠750克 酱油25克 醋50克 清汤150克 料90克 胡椒粉1克 肉桂粉1克 砂仁粉少许 葱姜蒜末15克 花椒油15克 食物油100克 今年2克白糖100克 这道菜的具体做法是 将大肠切成板纸段 放入盘内 然后下入开水当中 抄一下 捞出 将油锅上火 烧至七成热时 将大肠下锅炸一下 这道菜之所以叫做九转大肠 据说是源于道家的九转金丹 说明这道菜经过多次烧炼而成 来之不易 大肠炸好以后 大肠炸好以后捞出空净鱼油 炒勺内加底油 放入姜 葱 蒜末 炸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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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入鱼油 放入清汤 放入清汤 加入糖色 放入金颜 药 加入糖色 白糖 将大肠倒入勺内 用慢火烤透 烤的过程当中 贴去浮沫 然后加入少许胡椒粉 肉桂粉 和沙仁粉 同时淋上花椒油 翻炒 粉 汤汁收浓以后 撒上香菜末 这道菜就可以出锅了 据中国名菜谱当中记载 首创这道菜的是 清末济南城内的九华楼饭庄 它的特点是 颜色枣红 浓汁 口味咸甜微辣微酸 五味俱全 肥而不腻 这道菜的制作关键是 做到两个空净 一是水焯大肠后空净水 二是油炸大肠后空净油